目前安卓微信发布了8.0.20测试版 根据文件显示 这次更新仅修复了一些移植问题 上面也并没有提到任何新功能 虽然如此 但我们依旧发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 在微信的设置 通用 存储空间 我们点击聊天记录后面的管理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上面有详细的分类 比如时间范围 消息类型 排序方式 这里大家可根据这些要求来进行选择 然后清理缓存 以前微信朋友圈点赞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点赞它会出现无新 当我们打开一张图片后 点击这里的三个点 它这里多了一个 在设备上打开 点击后就会弹出一个搜索附近设备的界面 另外根据网友反馈称 在微信设置这里 它现在多了一个设备的入口 不过我也看了一下 我的并没有 估计它还在测试阶段吧 而这个功能似乎与图片那个相对应 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目前我也就发现了这些变化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的发现 欢迎留言分享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